终于捡到便宜了 今天好朋友开过来一台低调的B型房车 它的车长5米99,宽度2米1,高度是2米865 后部双胎增加了车辆的稳定性 并且加装了空气悬挂和底盘升降 防温虫窗纱,打开之后有一个温馨的家 我们进去看一看这辆低调奢华又内寒的房车 这辆房车可以合载6个人,两大两小的居住 纵制上下铺电动升降,9.6度电的电力储存 200瓦的太阳能板,150升的清水箱 50升的污水箱,108升的冰箱 电磁炉,洗菜室,微波炉,保险柜 这里是房车的卫生间,马桶,淋浴 脏公斤的迷你洗衣机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 电动升降插台,降下可变床 19寸的折叠电视,360度监控系统 游艇及实木地板,3.0T柴油自动挡 8AT的采F变速箱,蓝牌小车本就可以开 去年的落地价53万,今年35万给了我 对于不懂的人可能觉得不值 对于我来说如获之宝 你喜欢房车吗?想让谁陪你去旅行呢?